普普12月28日迅据西北望看台记者曾经潮报道 恒大俱乐部在2021赛季将以广州队征战中超和雅冠联赛 恒大俱乐部一直和球队的各大球迷会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当中国足协要求球队必须改中姓名的消息出来之后 球迷代表就一直和俱乐部相关人员讨论新名称的选择问题 当时几乎所有恒大球迷会的代表都表示希望球队能够把名称直接改为广州队 以广州为名 标志球队以广州为根基 以城市为载体 成为广州的名片 就如同英超的利物浦 地甲的罗马等球队一样 并且多年以来 球迷在主场呼喊的口号也是广州队 恒大俱乐部知道球迷的心声 但也坦言直接注册广州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这需要和很多部门去争取 而且还涉及到工商注册问题 最后还有中国足协是否同意这样的名称 俱乐部接纳球迷这个意见并努力争取的同时 也要求球迷再给出一些后备选择 据悉 恒大俱乐部把球迷的建议都提交给老板许家印踢阅之后 许老板认为既然广州队是广大球迷的心声 所以他就要求俱乐部尽最大努力去争取 最终 恒大还是通过了工商的注册 2021赛季家会以广州队的新名字征战中超和雅冠 据了解最终俱乐部收到了球迷大约30多个新队名的建议 其中包括 广州连广州人广州城广州湖广州飞虎广州微虎 这一类简单的新名字 也有比如广州恒进广州恒久广州恒冠广州恒新广州恒徽广州恒久远广州爱维格兰这类和恒大相关联的名称 也有充满南越文化的名称 比如 广州隧城广州舞阳广州广府广州弘眠广州处庭广州天和